紧接着我们要来看的这个问题 相对来说比较需要动脑 也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好事 为什么呢 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反思 人们对于全球化的支持或者是反对 看法是如何的呢 好 全球化其实是一把双面刃 对于不同区域不同群体来说 它其实影响不一样 那人们对于全球化的感受跟回应 我们来看一些比较重要的议题 特别是贫富的问题 全球化之下的贫富问题 如果说只从贫富这个议题来考虑全球化的话 我们当然很想知道说 全球化对于一些贫穷的国家的人 是不是有提高他们的生活 是不是有让他们脱贫 那全球化是不是能够 当然了 全球化主要的目的是希望 财富集 就是有钱人希望财富集中在他的手上 到全世界去赚钱 可是我们也很想知道 从富裕跟贫穷来看 全球化是不是有使贫穷的现象更加的公平了 来我们来看一下 看法的部分有支持有反对的 支持全球化的人 他是他的看法是什么呢 经济全球化 他可以推动跨国贸易 有助于有助于经济的发展 以及全球财富的增长 这是没有错的 有助于全球财富的增长 但是问题这是增长的总量增长了 可是会不会有一些国家 他永远没有增长到 增长到都是某一些人 因为这个全球的财富 集中到了某一些人 或者某一些国家的手上去了 这也就是我们所关注关心的问题 所以说虽然有人支持 可是支持的点 可能不见得是能够被每个人都接受的 那反对全球化的人 他怎么认为呢 他认为经济的成果 也就是全球的财富 大部分都落入了跨国企业主 跨国企业家的手中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会扩大了各国内部 以及国家跟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 所以严格来说 全球化有一个现象 就是加大了国与国之间的贫富差距 也加大了国家当中内部的贫富差距 这个就是支持跟反对的原因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比方说跨国企业进驻 提供了开发中国家更多的工作机会 同时他也带来了新的科技 到这个比较落后的国家 那他带来了这个新的科技 在提高生产效率的时候 这个国家的 这个比方说这是开发中国家 或者是未开发国家 那现在跨国企业进驻之后 他会把新的技术带进去 他也会把新的这些高阶的人 中阶的人带进去 那这些比较落后的国家 他就有机会去接触到新的技术 以及新的人 比较高阶的人才 然后向他们学习 那他当然这些国家 为了要提高生产 他就会把新技术引进 第二个例子就是跨国企业呢 他是以低价购买原料跟劳动力 产品在以高价去行销到全球 他大部分的利润 仍然是回流到企业的母国 所以说那些开发中的国家的劳工 却未能得到合理的报酬 那就形成了一种不公平的贸易 也就是说 你今天到开发中的国家 或未开发的国家去设厂 那其实你刚好他的国家里面 有这些原料 或者是他的劳动力 人口很多 上亿人口 然后劳动力就是不值钱 所以那当然就是劳动力比较廉价 那你在低价购买原料 跟低价的劳动力情况底下 你生产出来的产品 你把它行销到高价行销 就会赚到最多的还是这些企业 那怎么办呢 针对这样的一个正反论述 我们来提出一个正反核 这个回应 针对不公平的贸易 许多民间团体 呼吁消费者 要怎么样 要购买什么样的产品 具备有公平贸易认证的商品 所以说针对这个不公平贸易 贸易不公平的现象 那提供就是民间团体呼吁 要买那一些公平贸易认证的商品 帮助开发中国家的弱势老公 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准跟福祉 此外呢 也会要求各国的政府 要制定相关的政策 努力的改善 所得分配 缓解 贫富差距的扩大 OK 来 再来就是这里有一个知识通 我们来看一下 有关于这个公平贸易认证 到底是什么呢 它指的是一种产品认证体系 它的设计目的是为了要让人们去辨识这个产品是不是符合三个标准 第一个标准是环保 第二个标准就是劳动人权 第三个就是第三世界的发展利益 为什么是第三世界 因为当然第三世界很多都是未开发国家或开发中国家 他们经常都是被国际企业选为是工厂的 不管它是组装的或者是制造产地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公平认证 就是希望可以透过环保 劳动以及第三世界的发展利益 来期待这些国际企业能够更加友善的来促进 减换贫贫 就是促进 促进全世界的这个贫贫差距 不要让这个贫贫差距扩大更多 缓解贫贫差距 然后降低贫贫差距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好不好 这个例子其实是很有意思的 是什么呢 就是咖啡 我们现在每个人 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几乎每个人一起床都要喝一杯咖啡 甚至对台湾人来说 我们Saving Reven 或者是全家便利商店或者是来而赴 你都可以买到咖啡或者是OK 对不对 它各有各的咖啡品牌 或者是各有各的咖啡 甚至是像Starbox这些连锁的咖啡商店 那其实这是跟我们讲说 在台湾 我相信在台湾喝咖啡是一件非常悠久 就是非常一般非常生活 甚至所有的人都觉得喝咖啡也是代表一种亚性 可是喝咖啡作为一种亚性 大概是在1980年代开始到20到2000年之间 这20年 可是2000年之后喝咖啡变成是一种 大家认为提神 然后我们的国家慢慢的转变成 以服务业为主体的国家的时候 那好像上班族服务业的人都要每天要来喝一杯咖啡 已经是生活的文化的一部分 可是这个咖啡你要喝总是要人种咖啡豆 对不对 那这个咖啡豆 你在喝咖啡的时候 背后其实还是有一些你要思考的全球化的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咖啡它是现代人生活的重要饮品 也是全球化之下仅次于石油的第二大宗交易商品 有没有很恐怖 全球第二大交易商品竟然是咖啡 第一是什么 是能够让车子可以走 这些汽车可以走 可以发动的 就是石油 第二竟然是咖啡 全球交易第二大宗第一名是石油 第二名是咖啡 真是让人很惊讶 对不对 造福了各地人们都能够品尝到咖啡的同时 其实它也伴随着 数百万的咖啡小农的血汉 在跨国企业的控制之下呢 你会发现到国际市场上的咖啡豆价格 有的时候暴起 有的时候暴跌 那咖啡小农其实在不管是咖啡豆的价格暴起或暴跌的时候 其实他们都赚不到这些暴起的钱 OK 咖啡小农往往只能够被迫接受低价位售出自己的咖啡豆 致使他们只能够赚取到微薄的利润 有时候甚至他们付出的成本比他们的收入还高 就等于说什么 全部打水漂北料缸 辛苦中了 结果还暴跌 让他们赚不到钱 在台湾 我国一杯咖啡大概比较贵的新台币一百块钱的黑咖啡 你可以想象吗 远在非洲的咖啡小农 它实际上所获得的这个利润可能不到其中的百分之一 当然这个一杯一百块是有一点夸张了 为什么 以我们这种连锁 连锁market 就是像CivilVen这些连锁商店 咖啡一杯是不可能买到一百块 可是像Starbucks这些高级的这些咖啡店 它也不可能低价低到一百块 所以说它其实这一百块可能取的是一个 刚好是一个平均值 就是高阶咖啡跟这个连锁超商的咖啡 加起来除以二 差不多在台湾一杯咖啡是一百块 好 那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想要来跟同学一起讨论的就是 当咖啡成为全球第二大交易商品的时候 你觉得这个现象跟全球化有哪一些相关 那请简单的把它说清楚 来我们来看一下全球化下的各种现象 是多种因素重叠交互运动的交互动态影响的结果 第一个如果我们从全球经济全球化的情况底下 你会发现到说由于交通的方便商品可以快速的移动 那因此呢透过飞机的运载或者是海运的运载 使得咖啡的贸易就能够遍布全球 第二个就是文化全球化 国际贸易发展之下连带的互动的过程当中 也把咖啡文化从西方传到全世界 那在各地形成了各地的咖啡文化 是的人们对咖啡的需求是增加的 当然这一题如果问到茶叶也可以 东方的茶叶运到全世界 也是一种茶文化的全球化 好在解答了这一题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题目 一起来探究一下第二个题目在谈什么呢 在全球咖啡贸易固然就是能够为这些所谓的咖啡浓 带来经济的利益哦 可是你会发现到这样的一个利益很小 并没有能够让这些人脱贫 你认为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一个关键字 叫做不公平贸易 或者你说贸易不公平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跨国企业主在低度开发 或者是未开发国家 他以低价购买原料跟劳动力 使得当地的劳工就不容易借由他的劳动报酬来累积财富 那跨国企业在把这些初级的产品加工制造之后 迈向这个全球的市场 其中大部分的利益就会回流到这些企业母国 导致不公平贸易以及贫富差距更加的扩大 这个就是我们在思考全球化的时候 要去思考因为贸易不公平 不公平贸易导致的一个结果 再来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因着这个COVID-19 真的让我们要重新来审慎的思考 所谓的这个国际化 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轴线 是什么呢 就是疾病的防治 这个疾病的防疫的问题 从COVID-19起来之后 让我们感受到 哇哦 原来疾病的传染 真的会让全球变成一体 因为人会流动 人会搭着飞机搭着船到处流动 所以当然如果生人带着这个病菌的话 病毒然后生病了 他到全世界 他就会把这样的一个病菌 带到全世界去 好所以我们就来看看 新冠肺炎肆虐全球 那么其实对全球化 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最明显的就是 每一个国家都锁国了 每个国家锁国之后 跨国的旅行就会减少 那跨国的交易也会减少 对不对 所以经济活动就会减缓 所以那影响是很大的哦 国际观光就会减少 经济活动也会减少 我们来看一下 疾病的跨国传播与防治 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首先要理解到的就是 有的人对于 这个疾病的跨国传播与防治 他认为是支持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全球化的影响底下 而且是特别是政治全球化底下 成立国际组织 有利于掌握什么 疫情 而且这个疫情在全世界的状况 你掌握清楚之后 能够向全世界警示 某一个区域 某个国家 某些国家 现在是危险的状态 那你可以降低旅游 你因为他现在是旅游 高风险国家 你是不是应该适当的调整 你的防疫政策 比方说你的国人 就是暂缓前往疫区的国家进行旅游 好 在这个国际组织当中 成员国的医疗专门机构 他们如果能够彼此去共享资讯 也能够加速各国之间 医疗人员去认识疾病 甚至是对抗疾病 甚至是防治疾病 最重要的就是 你知道吗 所有的疾病的一尽头 就是疫苗的研发 甚至是疫苗的研发 也能够赶快出来 让全世界各国的 这些医疗人员都能够共享 好 这个是支持疾病跨国的 传播与防治 反对的人怎么看呢 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之下 人们因为商务的原因 因为旅游的因素 跨境的人口 以及物流流动 越来越频繁了 哇 因为人跑来跑去 动来动去 走来走去 造成的什么 如果今天有人染上了疾病 那么呢 这个疾病就会加速 在国际之间来扩散 而且呢 未能参加国际组织的国家 对这些人来说 因为没有办法 及时取得资源 就是医疗的相关 发展的资源 那就会使得这个疾病呢 没有办法有效的扩散 没有办法有效的控制 导致它扩散 或者是更快速的扩散 好 我们就举这个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 这个COVID-19 2020年初 事实上它是2019年底 秋天就已经开始了 对不对 如果说在这个COVID-19的 原来的传播地 在更早的时候 2019年秋冬就已经开始了 可是它开始到全世界去扩散的时候 是2020年初 COVID-19 逐渐扩散到全球 那我国因为没有办法参加世界卫生组织 就是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称之为WHO 呼呼呼 来WHO 所以呢 我们就没有办法 及时的取得了病毒的资讯 因而增加了事实调整防疫政策的难度 好 针对这个支持跟反对的意见 我们也来做出一个回应 这叫什么呢 正反合 综合的回应 综合的意见 面对全球疾病的传播与防治 世界卫生组织 不应该将任何人 或者是任何国家 排除在组织之外 因为这是非常不人道的行为 我们希望世界卫生组织 应该要把全球所有的人 所有的国家都纳入这个组织当中 为什么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 希望能够让全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都能够得到高品质的医疗 以及健康的水准 实现健康无国界的这种高理想 确保全球卫生安全的理想 所以我们当然是希望说 能够加入支持 我们当然是希望 我们是支持 能够成立 而且也能够加入 国际有力的组织 然后能够掌握疫情 对于我们国家 来去调整防疫的政策 能够更有力 这个是对我们来说 对我们台湾来说 我们当然是 英切的期盼是这样子的 我们来认识一个组织 就是WHO户户户 来 好来 在这个疫情期间最红的一个人 就是要谈得晒的 对不对 所谓的世界卫生组织 WHO 就是World Healthy Organization 它是全球最大的政府之间 政府各国之间的公共卫生组织 它成立的宗旨是什么呢 致力于世界卫生保健以及防疫 以改善全世界人民的健康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致力于全世界 为什么它把有一些国家的人排除在外 这是不是其实就是比较违反了人道的思考呢 好 那好 我们现在就谈到这里了 再来就是这边提到了新冠肺炎 肆虐全球 你觉得对于全球的发展带来什么样的负面影响 当然就是跨国旅行减少 还有跨国的经济活动也减缓了 特别像是因为人不能够群聚 所以搞不好你的生产线就不能够一次派这么多人出来 生产就会受到的影响